寓言一词 时常挂在人们嘴边 这个名称从何而来呢 答案是庄子的寓言篇幕 手上了这个词语 而庄子全书 共有寓言二百多则 庄子家境贫苦 去见贝惠王 都是穿着补丁衣服 踏着自己编织的草鞋去的 这样的他自然会关爱劳动人民 寓言一词 也常要对能工巧匠们的赞美 著名的庄丁解牛 描述庄丁为梁桂王宰牛的情景 由于他对牛的骨架结构了然于心 所以他手接触的地方 肩膀倚靠的地方 脚踩的地方 膝盖顶的地方 都会发出皮股分离 噼里啪啦的声音 尽当时霍霍的 既符合舞蹈的节拍 又符合乐器的节奏 借着庄丁熟练宰牛的动作 庄丁熟告诉了我们 转获事物的规律 办事就能得心应手的道理 而运筋如风的故事 讲述宋国有个人 鼻尖上沾了一个 薄如苍蝇翅膀的白点泥浆 庆明教师的工匠 用斧头把泥浆削去 工匠时挥动斧子 只听见一阵风响 手起腐落 泥浆就削得干干净净 鼻子没有丝毫损伤 双子对工匠时 运用斧头的技能多么赞赏 甚至连一些身体有缺陷 备受歧视的鸡人 庄子也温情地 发掘他们的精神美 像是泵岸大影睡齐桓宫 桓宫月之 而是全人齐斗尖尖 说一个脖梗上 长着像潭子一般大影流的人 到齐桓宫那里去游说 桓宫听了很高兴 很喜欢他 再去看那些身体健全的人 反而觉得他们脖梗太瘦小难看了 而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 庄子语言还焕发着奇幻光彩 比如逍遥由衷 彭之背不知其几千里眼 怒而飞 其异若垂天之云 说彭的脊背 不知道有几千里长 当他振动翅膀奋起直飞的时候 翅膀就好像挂在天边的云彩 禅和小班兄及小彭说 我们奋力而飞碰到鱼树和檀树就停止 有时飞不上去坐在地上就是了 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庄子用多么浪漫的想象 去讽刺目光短浅的人 不会理解指向高原者的追求呀 而混沌开笑的故事中 混沌被想象成了一种没有蹊跷的怪物 南海地书和北海地乎 好心好意帮他凿了蹊跷 没想到七孝全凿通时 混沌反而倒地而亡了 又是在奇幻中寄托天道无为 不能把主观愿望强加于客观事物的折礼 作为主张无为的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庄子的生活态度十分放大 连妻子去世时 他都能边下瓦盆边唱歌 真为人最初本来就没有生命 有了身体才有了生命 而死去不过是又恢复到没有生命的状态 就像春夏秋冬往复循环一样 而庄子一言自然也不面流露出顺应自然的思想境界 庄周梦迭中说 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 无比愉快惬意 完全忘了自己本是庄周 突然醒来才知自己是庄周 只是说到底 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 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庄周 这则关于物我皆忘 认为自然万物最后都要合而为一的哲理预言 会不会有些过于深奥 浪漫哲丝的庄子预言 有些晦涩难懂